詹姆斯到国际赛场还要被啃老 两场热身赛都惊险过关 不知道是因为热身赛没有发力 还是美国队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统治力 但不得不承认 39岁的詹姆斯还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他会在比赛结束后把队员召集在一起总结 鼓励队友 比赛最后时刻 他依然会抽出所剩无几的油 藏着球队前行 尽管他的油箱里没剩多少油了 面对南苏丹23分钟拿了25分 面对德国20分钟又拿下20分 面对南苏丹最后时刻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绝杀比赛 面对德国还是同样的方式打进关键2分 打进篮球后 他耸耸肩膀的庆祝动作 仿佛在和人们说20岁的时候 他这么打 39岁到必要时刻 他还可以这么打 等到杜兰特回归以后 能给他分担一些得分 那个时候 占杜库同时在场的画面太过美好 虽然对内的年轻人都已经崭露头角 但是毕竟初出茅庐 还不够稳重 还需要这些老家伙为你们保驾护航 随着新老交替的到来 对内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 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 但是只要你在其中 你永远都是主角 那只能将光阴来下 也许这阴中 感谢观看